Hello,我是阅读前哨站的站长瓦机 欢迎收听下一本读什么 今天的这一集是一个特别节目 Podcast马克信箱跟马克说书的主持人欧马克 他今天要专访瓦机 你没有听错 在我自己的节目上架一集专访自己的节目 那在这个专访里面呢 我们会聊对我影响最深远的三本书 还有我在转换工作模式之后的心路历程 还有我现在的时间规划 最后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 我怎么样准备一个三分钟的上台报告 需要花多少的时间 我是怎么准备的 如何用刻意练习的方式 发挥完美的上台表现 在访谈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 我先介绍一段欧马克正在进行的一个募资计划 声音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 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沟通工具 说话很简单 可是要把话说好 却不容易 由专业配音员与广播主持人欧马克 他创立的全新平台 声音 meta voice 声是声音的声 艺术的意 声艺这个平台呢 会带我们用科学化的训练方式 去学习声音的艺术 提升我们在职场上与人际上的表现 声艺现在正在进行线上的募资计划 未来在这个平台上面 你可以找到很多优质 而且有学术基础的免费文章 还有更多的延伸 Podcast跟YouTube频道的内容 以及丰富扎实的 线下跟线上的课程 现在就加入声音的募资计划 就可以享有平台上面 第一门线上课程的 限量早鸟优惠架 这个课程的名称叫做 每个人都能学会的生活沟通术 你可以在这堂课里面学到职场 人际互动当中必备的沟通技能 让对话的内容更有深度 还有加强逻辑表达的关键技巧 更重要的是 让你勇于站上台 充满自信的开口说话 募资的连结都放在节目资讯栏里面 欢迎前往参考 接下来就把现场交给欧马克 欢迎来到生意上门 下一本读什么 嗨你好我是欧马克 今天有一个特别特别的来宾 也是一个特别特别的企划 让我们掌声欢迎 瓦机 哈喽大家好 在这边要先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 就是这一次的企划 是跟下一本读什么一起合作的 那这样的企划 在下一本读什么 已经不是初期的事情 因为瓦机要不要介绍一下 现在你有一个读书会 本来也就会跟 是三四个podcaster一起读书 然后同时把这些音档都放在你们个人的频道上 对不对 对啊 我们就是有三个人 Jackie June 跟我 那我们三个人 每两个月就办一次线上读书会 那大概是两个小时 我们讲的非常长 两个小时的读书会 那就会把这个音档上架在我们个别的podcast上面 然后给大家一起听 那你们读书会的形式是什么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有在YouTube上面做读书会 那我的读书会就是请大家一起来共读 就是我一个段落你一个段落这样子 那你们的读书会进行方式呢 我们的方式是这样子 我们会先提早跳好一本书 然后呢我们三个人都会先读 也邀请听众一起先读过 那我们在读书会的过程 我们就会以我 就是以我是说书人的角度 那我就会先说一段可能是某一段内容 然后我会提出几个问题来问大家 那我们三个就分别回答 那回答完之后呢 就会让听众可以举手来发言 很像之前很流行的那个clubhouse 对 那有一个软体是mixer box 那个上面也有这样的功能 OK 那就会让听众来发言这样 那这些问题你会事先告诉他们吗 还是你会surprise them 我们会事先先写好固定的 每一个段落可能固定一个问题 可是有时候可能随性啊 就是讨论到某个段落 还是会随性的觉得 有一个问题想要问 那大家就会彼此问 那他们也会抛出一些 可能当下的问题 那就是比较线上即兴的发挥这样 那在下一本读什么的这个podcast当中 现在加入这个读书会 然后还有你本来的说书 那个时候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好像会有一点 让我的频道有点太乱了 然后或者是马克这个人是谁 为什么要在我的podcast上面放东西 就是这种合作你会觉得 有点疑虑 其实我觉得不会耶 因为我自己在做原本的说书属性的话 是我一个单口的 单口的说书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书本这件事情 他如果有很多人一起讨论 那我觉得他反正是有一个不同的火花 那我知道其他像国外他们有一些podcast是 可能两个人三个人一起聊一本书 那我自己有在听的 就觉得那样子也不错 然后呢就是他可能会给我们听众不同角度的观点 那其实我是蛮欣赏这样的模式 但只是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 是斜杠在做这个podcast嘛 所以单口的模式我比较好掌握进度 但是我是蛮welcome这样子 跟不同的爱书人一起聊同一本书啊 或不同书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形式上架在节目上面 也是我蛮乐见的 说到podcast的节目长度啊 一般我们在台湾可能很多人在说 甜蜜点是30分钟到40分钟 然后或者有些人说 如果是比较陪伴型的话 也许你可以到一个小时没问题 但看一看国外的podcast 其实他们有时候常是很疯狂的 会长到四五个小时 五六个小时的那一种 那瓦基也是啊 你现在的说书可能就是比较短时间的 然后再来是读书会 又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 你自己有在关心这个频道 你会在意点击吗 或是在意说 这个比较多人听 这个比较多人喜欢 等等这些事情吗 我自己的话 我会把点击放在后面 我放在第一位的应该是 我自己做这件事的时候 开不开心 然后我有没有兴趣 以及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对我本身有没有成长的帮助 那这是第一个 那像是我自己的单口 就是对我有很明显的帮助 而且我把它分享出来的话 也可以对有同样问题 或有同样兴趣的人 也会有帮助 那这是单口 那多人的话 我认为是 我自己可以从 像我另外两个朋友 他们身上可以学到不同东西 得到不同的启发 那在聊天的过程中 可能一次是两个小时的节目 那这个也可以达到一个陪伴的效果 而且我发现 很有趣的一个数据是 读书会的那个重播率 好像非常高 就是一集可能 我看平均吧 可能大家都会重播个 三到四次以上 但是单口的话 大概顶多就是两次 所以还蛮有趣的一个现象 哦 哦 所以单口可能听完以后觉得 嗯 瓦机念完了 读完了 我也听完了 我吸收完了 可是读书会反而觉得 更有陪伴感 跟着你们同时 有那种共识的感觉 对 然后再多听两三次 对 而且他可能第一次听 都三个人的讲话嘛 或者四个人可能很有听众 所以可能第一次听 也不会catch到全部 那可能就会想重复听 重复再去吸收这样 嗯 刚刚瓦机有说到啊 就说每次两个小时的一起读书 也是一种陪伴的感觉 就是人还是社会化的动物 我之前看瓦机的部落格当中 瓦机有说到 你现在自己就是很喜欢这种 一个人的工作模式 那想要离开原本的正职工作 也是希望可以有更多更多的时间 去陪伴家人 那这个一个人呢 就有刚刚这个问题 什么东西都一个人 那也就是比较孤单 所以等于是跟其他人的 一起共读是你的social time吗 对啊 我自己是很内向的人 就是实际上我自己的 呃相处和我的生活 是比较内向的 所以呢 我会把很多时间留给自己 可能是阅读啊 写作啊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那就像你说的 读书会它是一个很棒的social的时间 就是我可以很集中精神的 去准备一个读书会 然后在读书会的过程 也可以就是一个social的一个机会 在那个时候我会觉得 有点像我释放我的能量 然后呢去跟大家互动 但是其实互动完之后 我也是会比较累 或者也是需要个 可能休息个几天这样子 对对对 那这一次呢 会想要跟瓦基有这样的合作 就是觉得 常常在听下一本 读什么的听众朋友们 也许也对瓦基 没有这么的了解 那瓦基也不会自己 突然做一集说 嘿我来访问我自己吧 或是嘿我来介绍我自己吧 因为毕竟在podcast上面 瓦基还是一个很focus在说书 然后就像刚刚瓦基说的 主要的目的在于 自己得到些什么 然后我希望可以把 我自己得到的东西分享出去 所以不是叫大家赶快来看说 诶我我我我我是瓦基 然后我来介绍 我以前是怎样怎样 我台积的工程师 我离职 然后来创这个 我很强 我很厉害 我现在把我自己所学 就是浓缩成一个课程 然后这个课程呢 可以帮助你变成跟我一样 然后也读书 读了很多书 然后可以有产出 等等等等 就我希望可以有一个机会 让正在听下一本 读什么的听众朋友们 还有当然现在在听 声音上门的听众朋友们 可以认识瓦基这个人 因为我应该是在去年 还前年的时候 才看到你的部落格 然后觉得天哪 这是什么 太厉害了吧 所以我想要好好的来问一问瓦基 关于你是怎么样 开始做部落格 而且那个时候呢 自己驾站的同时 你还是有一个正职工作 然后在台积电当工程师 而且你也要管理一个团队 这个在我的想象当中是一个蛮繁忙的工作 那整天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 就是被工作占据了 你是怎么样去兼顾这个客鱼 以前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讲客鱼 就是现在讲工作之余 有办法去进行部落格写作跟架设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 我也被蛮多人问过了 然后都是私下问 我比较很少说公开自己去讲这种 那其实我那时候在 就是正职的时间之外 去做部落格这件事情 我一开始是觉得它非常好玩 因为我自己在半导体很久嘛 也接近十年 那在这个半导体的期间会做的就是 比较像是真正工作上专案上的事情 比较专业性的事情 那会觉得说好像前阵子会看说 有部落格这种产业 有可能像YouTuber 像Podcast这样的产业出来 然后呢 例如说可能大家都说这个叫网红或KOL 那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听起来很陌生 但是看起来的工作形态好像也蛮有趣的 那我就想说我能不能也参与一部分 有点像是说 既然年轻人都玩得这么好玩呢 那为什么我不能一起玩呢 或者说我也想要玩玩看 那我觉得我玩的应该也不错吧 因为我以前很喜欢玩电脑游戏啦 所以我把它当成是一个 如果它是一个游戏的话 我可以怎么玩 我可以怎么参与 那我就觉得从部落格切入是一个 成本低 而且这个比较适合我内向性质的 这样的一个起点 所以我就从部落格开始 那上班应该说占了我们一半的时间啦 不只是三分之一的占了我们一半的时间 对 那只要在下班啊 或者是假日 整个假日啊 我几乎大部分的时间 就是拿来学说怎么嫁部落格 然后呢 怎么样去把它技术上的东西 怎么把它tune好 然后怎么样在 就怎么样写文章怎么样阅读 那时候就开始在学这些事情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说 我等于是用下班之后的时间 去玩一个游戏 那这个游戏就是 我现在在做可能是 部落格或Pakist的这件事情 我把它当成这样的一个东西 有一个里程碑 有一个可能奖励点数 奖励就是有点像 也可能很多人互动 或者说很多粉丝追踪之类的 有点像是一个游戏这样子去玩 那这样的过程让我觉得 就本来就会乐在其中了 就是一般人可能下班是玩电脑游戏 或者说可能追剧 那我下班后的兴趣 或者说我这个抒压的方式 就是做这样的部落格或写文章 读书这件事情 天哪 但是游戏呢 我可以不用带脑袋 但这个游戏呢 是你自己有自觉去玩 就变成关卡要自己设计 那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样去设计 关卡的呢 因为譬如说我们现在玩手游 我很简单的就是 你告诉我说 现在这个我要打掉多少多少小兵 然后我可以打掉几个boss 然后这一关我就算通过了 所以我不用带脑袋来玩这个 我只要享受它的荧幕 给我的声光效果 但从嫁部落格或是嫁社群 这一些开始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小点 而且在对你来说是一个 从来没有做过的 这个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专案 你怎么知道到了哪一个点 我算是这一关clear了 然后你又怎么样去 把大任务去切分成细小任务呢 你每天是怎么样去分配的 说今天我要至少做到一之一 或者我要做到一之五这样子 OK 我那时候其实在规划这样的时候 我没有把目标写得这么明确 我并没有说从day one 我就知道说我要做十件事情 而是day one我知道的是一个方向 我朝着那个方向去走 那那个方向是什么呢 就是以前我们在看部落格文章 像是可能皮克班或其他的一些部落格 你会发现在读的时候 他有一大堆的广告 然后排版都很臭 然后呢读起来很不舒服 读一读 就是我很不喜欢那种阅读体验 那尤其是有时候要找 可能书籍的心得啊 书评的时候 我想要看人家推荐什么书 可是我觉得我找不到 我想看的东西 我找不到我想要follow的对象 那我那时候觉得既然没有这东西 那不如我自己创造一个 那我就朝着那个方向去前进 就像你说的如果要从零到有去建立部落格 该怎么做 有哪几步要做 其实我一开始没有太明确的头绪 可是我知道的是 我如果想要读一个部落格 我会想要怎样的阅读体验 它的标题列应该长怎样 我就去把它设计成那样 它的内文应该要怎么样 我就把它设计成那样 它的底端footer应该要长怎么样 我就把它设计成 我想要看到 我觉得阅读体验很棒的格式 所以我等于是照着 我理想中想要看到的样貌 去调整 去学习说该怎么样打造每一个元素 所以等于是 有点像是边走边看边学 然后呢 在学的过程 我才会知道说 我现在有哪几个事情 是我还不会的 那我要怎么学把它学会 这样 刚刚瓦机说到这个呢 我一直在点头点头 就是因为 现在呢 我成立了自己的生意 然后之后也想要驾站嘛 可是我不像瓦机 自己会有城市底 然后可以去摸索 然后会比较快速 所以我还是必须要把这个计划呢 交给一个城市设计的人 可是这中间呢 就已经有一个很大的落差了 就是我脑中 我是完全不知道 或是没有那个想象的 所以当我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呢 最后我就说 就像那个瓦机现在的那个网站叫什么 阅读前哨站 对 我就说 就像阅读前哨站这样子 然后你的阅读前哨站 就是我的网站的一个范本 然后说 我的这边可能要像他的这个样子 我点到呢 会出来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瓦机 以自己的想象力 然后丰富了这个没有办法想象的我 然后可以帮助我 有一步一步有一个范本可以做 刚刚还有说到就是瓦机呢 把下班的生活就拿来玩这个价站 或是玩这个社群 那瓦机的家人呢 瓦机的另外一半呢 他不会要求你说 瓦机陪我去逛街 瓦机陪我去买东西 瓦机陪我去看电影 那另外一半的陪伴怎么办 OK 我那时候的生活其实还蛮有趣的 我的伴侣是在新竹工作 那我是因为我转调 我做部落格的时候 是我已经转调到台南去工作 所以我们平日的一到五 是分隔两地的 他在新竹 我在台南 所以平日的话呢 其实我们就是有点像 各自过日常的生活 那因为我的伴侣 他也是在台积电 所以我们两个的工时都很长 所以晚上回家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说 一定要打电话 去聊个一小时两小时 我们很少这种晚上热线 大部分就是了解说 这个生活上没问题 然后呢就简单的问候而已 所以我觉得平常的一到四吧 因为我礼拜五会开车 一到四就是蛮专注在 就是下班后各自的生活上 那他自己的话也喜欢看小说 也有自己喜欢做的一些活动 那就我们各自会有 自己的活动时间 那假日的话 其实我们两个都 应该算是比较稳静 或者说比较不会说到处乱逛街 到处乱跑 我们的这种户外的时间 是稍微少一点 所以我们很多时间是在 就是可能在待在家里 可能他看小说 然后我就看我的书 可能嫁我的部落格 但是我们就偶尔会排一些时间 可能是看电影 可能是吃饭 就是我们会刻意的安排一些时段 是出门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只是抓的比例上面 在家里的时间稍微多一些 在外出比较少 所以用这个方式去分配我们的生活跟调整这样 刚刚瓦基有说到啊 那个时候请调台南 我在换日线的专访当中也看到 那个好像是你自己觉得 在台积电做做做做做 然后你想要去碰一个不一样的专案 所以你自己说 哇我要去 所以你的个性本身就是一个 觉得一件事情做做做做 做到现在 好像差不多了 好像有点无聊了 然后我就要去挑战自己嘛 去碰一些新东西嘛 对 是啊 就是那时候在 原本单位当然做的也很不错 然后呢 其实也是做到了一个里程碑 觉得说 我原本的单位是在做 开发型的专案 我在做软体跟机台的设计 所以我是软硬体都碰 然后设计整个机台的运作 然后会写一些程式上面的东西 那时候觉得在台积电 其实是一个厉害的一个 生产的一个晶片的公司嘛 世界超顶尖的 对 那但是我却没有去体会 或我却没有去真正尝试过 怎么在工厂里面 去知道它的运作 就我竟然在这么厉害的公司里面 我没有去懂它很核心 很棒的地方 所以我认为 我必须要跳脱出 我原本的那个舒适圈 总是在那边的表现 还是什么再好 我觉得都应该要跳脱那个舒适圈 这对我之后的 整个的人的见识 或整个人的一个 制压的发展 应该是会比较好 所以我就 依然绝然就决定 转到台南一个最新的工厂 从零开始 那时候还没有 根本还没干 从零开始去参与 那个工厂的建设 而且直到我离子之前 它是已经到一个量产的程度 就等于说 这整个的里程 被把它完整的参与过这样 所以也想要问瓦基啊 你那个时候 做出这样的决定的时候 那个时候已经跟你的另外一半在一起了吗 对啊 那个是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你刚刚说到 你觉得这件事情呢 不只可以增加自己的见识 同时呢 也是对自己的职业 非常非常有帮助 那个时候你 没有想过 有一天会离开台基电吧 那时候还没有想过 对啊 那时候还没有想过 所以这两件事情 我把它放在一起看的时候 就会觉得 在当下你是想要去做挑战 可是后来呢 这个挑战你又觉得 那个我们一样拿游戏来讲好了 Boss我破关了 所以这个网友可以放一遍了 我要去打 要去打新的 所以会不会是 未来很有可能 当下一本读什么 或是阅读前哨展 会不会也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你 你有可能会要拓展到一个新的东西 也是有可能的 对吧 对我觉得我应该算是一个人生的方向 我是是比较遵循 我理想中的方向去前进 中间的算是过程 或者你说手段或方法 其实是一个算是弹性的 我不会排斥任何的 可能方式或心态 但只要它是符合我自己 理想中的前进的方向这样子 那像是在阅读方面 或者说在这个 可能Podcast 或是部落格方面 我觉得它算是很符合 我生活方向的一条路 或是一个方法 那你说会不会之后 有可能会调整呢 说不定 说不定有可能 这个我就不会把它说死 但是至少它在现阶段来说 我觉得算是可以辅助我前进方向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方法 跟生活形态 瓦基刚刚说到 就符合自己的人生方向 那这个方向呢 我想是很多人是不太知道的 就我们常会为很多事情觉得 我不知道我该去哪里 有点迷茫 然后会对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人 感到非常的羡慕或憧憬 那瓦基你是觉得你什么时候找到了 然后真的有那种确定感觉得 这就是我人生的方向了 我自己也像你说有一个那个转折点 我原本在转职之前 或转职之后的那段时间 其实对人生是蛮迷茫的 迷茫的原因是因为说 我虽然知道说我要去接受一个新的挑战 可是我那时候的生活态度 比较像是一个被动的生活态度 就是每天醒来 我只知道说 今天老板要交代我做什么 可能家人啊朋友有跟我什么要求 跟我什么邀约 我应该做什么 然后呢我是一个比较被动的方式 那当然可能执行力好 可能行动力也强 所以只要被要求 只要被指派的 一定就是把它做好 就是使命必打 但是这样久了之后会发现 自己是一个没有自己知道说 我该走什么方向 我该去哪里 就是我是一直被别人牵着走 有点像之前在看黑暗骑士那部电影 那个小丑 他就有说 他是一只追着巴士跑的狗 他其实只知道制造混乱 他只追着巴士跑 因为那是很久以前看这句话 可是后来在那个时候迷茫的时候 就一直回想到那句话 就觉得我是不是那只狗啊 我只是追着一个 不知道他去哪里的巴士 只是追着他跑 然后只是跑得比较快 可以追得很近 就是继续追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 不能再这样下去 因为那样子的生活 其实在例如说跟家人啊 跟伴侣啊 甚至跟同事还什么的相处之间 虽然说他保持着一个 看似表面上看似美好或平衡 可是实际上 你知道说心里面 其实你还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你只是过得表面上 别人看起来好像很好 所以自己知道说 deep down可能是缺了什么东西 或者说有个东西没有被满足到 我后来接触了一些不同的书本 才渐渐的发现说 其实人生是有很大的自主权 然后你有很多的决定 是可以自己去决定方向 去决定你要做什么 你要创造什么 那渐渐的才知道说 有这个信心 或者说有很多不同的手段 很多的方式 可以来创造这件事 所以那时候有得到一个 很关键的观念 就是我们如果要做一个 可能梦幻的工作 或梦幻的生活形态的话 一定是要自己去创造出来的 就或许不是从零到有创造 而是可能在既有的工作 或既有的生活中去调整 但是要调整成 符合你真正理想中的生活形态的 那个样貌 那每个人的样貌不一样 每个人的理想不一样 所以会有无数种的手段 或无数种的方法 可以去达到大家自己的样貌 可是一旦你知道了自己的生活形态 想要怎么走 你是有完全的自主性 完全的能力 你可以去创造出来 哪一个你理想中的样貌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观念 深植我心 所以我也才开始去接触一些 不同的生活形态 像是部落格啊 那渐渐的发现 这些方式其实都可以去满足 基本的可能是生活的所需 那可能满足平常的生活的娱乐需求 或者说自己的自我实现 自我成长的需求 那同时又可以养活自己 那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 我自己很乐见 而且是我自己持续在这条路上面 迈进的一个前进的方向这样 哇好充满正能量啊 哇刚刚的那个观念很重要耶 就是虽然我们小时候 常会把这件事听到烂 就是说你们每个人都很独一无二 你们每个人都很特别 可是当我们出了社会以后发现 这个社会不是这么一回事啊 这个社会要我们每个人 跟其他人一样 然后除了一样之外 希望我们做的比其他人更好一点 就是要一样又要比较 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做的更快 更有效率 然后让我们提前达标 但那些呢 就是瓦基刚刚说的 那些是别人赋予我们的角色 那我们如果被框在这个角色当中的话 就会 当然我们可以做的比别人好 然后从中得到一些成就感 或是虚荣心 可是那毕竟是别人指派我们的事情 可能不是我们最内心的向往这样子 那瓦基刚刚说到这个要创造自己 开创自己未来跟梦想生活的观念 升职自己的心中很久 到什么时候它这个芽冒出来 然后成长到你真的觉得说 好我现在可以离开这个人人称线的台积点了 这中间呢是因为你发现了部落格有几色了 然后podcast有几色了 还是在哪一个关键点让你觉得说 嗯我现在要开始去做我自己的事情了 嗯对你问这个问题很好 就是什么时间点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可以转换自己的工作形态了 嗯 其实我在从开始建部落格 可能就两三年前的这个时间 嗯 开始就一直在接触说 嗯各种 例如说大家现在可能常听到的 什么叫做个人品牌啊 什么叫做自媒体 怎么样从可能网络或数位的世界去获利 或我是说去建立你自己的一个形象 甚至是透过例如说可能线上课程啊 可能不同的方式去创造你的收入 嗯那开始接触这些事情之后 我实际的去观察了很多国内外的这些创作者们 嗯看他们有一些是失败的 有些成功的 但是我会去观察这两者的差异 渐渐的发现 其实某一些这个可能是创造这个生活形态 或收入的方法 嗯有一些这种方式是符合我的风格 符合我的方向的 那接触多了之后会开始收敛 嗯 知道说我应该可以做哪几个 有哪几个是我擅长 那有哪几个是我还不会 可是我有兴趣去尝试的 嗯嗯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那两三年的期间 我就一直在做这些尝试 嗯 持续的去发表内容 那其实我做的核心就叫做 内容创意或内容行销 嗯 我是以内容去培养我自己的成长 以内容去培养我自己的观众的一个基础 嗯 那也持续提供这样子免费的内容给大家 等于说创造价值给大家 嗯 然后呢可以建立起这样的 一个基础 嗯 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渐渐的知道 它是一个会持续成长的一个事业 嗯 OK 那就是观察得到嘛 就是说它的成长率 高于可能是这个 就它一定是有成长的 所以一长期来看 如果这件事情持续做个几年 它会是成长到某个阶段 但是我也不会去设立某个目标 说我一定要成长到哪边 嗯 而是我知道它会是成长的 它会是符合我的生活方向的 嗯 然后呢我就可以持续的去做它 那刚好这件事情又带来了 可以指引我生活的收入 嗯 那它就非常的足够了 可以让我去放手 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嗯 然后同时又不用担心说 这个生活上面会有问题 对 那就是在那几个时间点 像是你可能会好奇的就是 是不是会考量到钱啊 还是考量到什么的原因 嗯 那当然也会 就是会去评估说 这样的收入跟以前的收入的差别是什么 嗯 那它如果能够指引到某一个程度 那其实那一个点就可以去离开 它不一定要跟以前完全一模一样的收入 但是呢 它是在 我自己评估啦 我的生活跟我要抓的buff有多少 嗯 满足那个点之后 我就可以离开 那之后的话 其实那个数字会一直成长 那它成长到比以前多呢 还是比以前怎么样呢 那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我就是以比较长远的心态来看这件事情 就决定那时候就可以做一个转换 嗯 这件事情呢 听已经做到的人来说 就是很轻松协议 但是对于没有做到的人来说 就算我们把它化成一个假设 你今天已经知道了 你每年的年花费大概是多少 然后你把它除以12 你大概就会知道说 我的月花费是多少 那很多的这种财富自由的观念 就是告诉你说 如果你的被动收入 或是如果你想要转职 你的梦想职业的收入 已经可以cover到你的生活所需 然后可能再加上一些安全编辑 那么其实你就可以离开了 而且你是可以 没有什么后顾之后的离开 但我们人的做决定 不是这么的简单啊 我们就算已经知道了 但实际上要身体力行 真的非常的困难 就像上个月吗 还是几个礼拜之前 我跟瓦基接上线 是要问说 瓦基 你有没有那个什么 什么美国证券账户的推荐吗 可以推荐给我 然后瓦基回复了以后 他就说你有去上那个课 我也有去上 但瓦基是五年前去上的课 然后你去上完课以后 你马上就开始实践了吗 对马上就做 这就是执行力的差别 然后我也是很早很早以前 就知道绿角 可是我就是没有上课 然后我就在旁边一直看 一直看一直看 然后直到去上课以后 听完觉得 好棒喔 我应该要这样做 然后又拖了两三个礼拜 才问瓦基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一般人应该是比较像我吧 就是不会你搜集到很多资料 然后也确定了 这个可行 没有问题 然后就真的义无反顾去做 很多时候 大部分的人会有很多的情绪 或是无法放下 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已经拥有的 我怎么有办法这样子说放就放呢 瓦基你是不是一个很冷血无情的人啊 这问题很酷 我是这样子看的 就是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例如说财富自由啊 或者说这种离职决定 好像很艰难 不知道怎么做 可是它其实背后还有一层思考是这样 我觉得真正可以让你感受到财富自由的一个时间点 并不是说存到多少钱 并不是存到多少钱 大家如果说一定要存到某一个钱 才想要离开的话 我觉得那会是一个没有这么好的一个方向 反而是说可以离开是因为你已经有足够的信息 你建构起足够的能力 你知道说你可以凭借着自己的能力 可以获得已经完全足以指引 或完全超出原本生活所需的这样的一个收入的话 你有具备这样的能力 这样的一个基础 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转换的一个点 当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知道说自己不会饿死 而且呢 其实离职的时候还有一个考量是说 基本上具有这样子业界能力 跟一些专业的能力的话 其实要回去也不是这么困难 即使是回去或换到其他的公司跳槽 其实都不是这么困难 就等于说我们曾经累积过的这一些经历 这些资历 它都已经是自己一部分的资产 那我并不是抛下这个资产 我只是做一个切换 在这个跑道上面 我可能做一个短暂的先切换 有点像一个短期的这个try run 或短期的ptca去做测试 去做验证 验证成功就继续可以做 那如果说短期的切换可能好 就讲最差的 可能这个离职之后一年之后 如果做得很差 直接整个大衰退 然后整个完全活不下去 那我即使在这个时候 我凭借着专业能力 需要再去找到类似性质的工作 其实我认为是非常容易的 所以我完全有足够的信心 可以在不同的领域 甚至我不一定要在半导体 我可以在其他的领域去找到 大衰也不错的 未来发展也不错的 然后可能让我觉得很有挑战性的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 具备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心情跟心态的时候 会去做出这样的一个叫做转换 它并不是放弃 它也并不是抛下 它只是一个转换跑道而已 这也回复到我之前问瓦记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你当时从新竹决定 要去参与台南的这一件事情 是为了你未来职业的发展 但是现在我们回头去看 你根本就没有要继续待在半导体 就是你现在好像就变成一个自媒体 那过去的这个挑战 难道不是一种浪费吗 所以瓦记刚刚就是完美回答 你们这种俗人 想事情的方式 就那些其实都是过程 然后那些也都是你的安全网 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资历跟历程 不管是在新竹那时候的历练 还有在台南从舞到有的建厂的历练 然后再加上我现在有自媒体经营 跟行销的历练 等于是我达成了真正的一个艺人公司 等于是一切都是过程 然后这一切都是游戏 然后游戏失败了 我还是可以再回去玩 那个我很上手的游戏 永远都可以继续的 所以刚刚瓦记有说到 最重要的是你发现了现在这个事业 把自己当做人生的事业 然后你再分享这些 让自己成长的东西 那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成长的 但我就想要问 目前既然所有的下一本读什么 还有你的阅读的部落格 其实都是免费的 你的获利模式在哪里呢 就是到底获利从哪里来 然后你又觉得这个获利 是你看到未来是可以成长的 那这个信心又从何而来呢 我自己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秉持着一个原则 就是我给出去的 一定要远远大于我得到的 就给出去要远远大于我得到的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是因为也是接触一些不同的书本 就是有一个观念 就是够了 enough够了 就是我那时候在回想说 自己的人生旅程 人生的过程 这么多点点滴滴交织起来 其实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人 就非常非常幸运 所有的一些巧合什么的 才会汇集成我现在的人生 那我觉得之所以会让我成为 现在这样的我 我自己会赋予一个意义 就是说这个世界会让我变成这样的人 一定是有意义的 他一定不是说要我变成这样 然后我可以自己享受 我可以自己过得很开心 不管大家的这个一切 他让我变成这样的人 一定是有意义的 那那个意义就是 我可能要继续散播 我所得到的这些幸运 所以呢 我自己秉持着最核心的精神就是 我在我能力所极内 我可以去散播 或者说我可以去分享 我自己所得到的这一些 无论是知识也好 无论是学习的经验 无论是所有的人生旅程都好 就是我很愿意持续的去分享出来 那这是一个对于本身这个世界的一个回馈或帮助 那你说实际上的收入是什么 其实那就变成是第二阶段会去考量的问题 其实在你提供这么多的价值跟帮助的同时 有一些例如说我最近做的线上课程 叫做画书入围输出 那这个是比较小群的 它是一个比较立基点比较小的 就是它是针对于可能你想要写文章 你可能想要学习怎么阅读 怎么做笔记怎么把知识内化成自己的东西 针对这样小群的这样的观众 给他们的一个付费型的课程 那有需要的人他可以透过这个付费的方式 参加这个课程学到东西用出来 那这个部分就会是有点像是一个漏斗 在漏斗的最上面是持续提供给大家的一个 免费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价值跟帮助 但是这个漏斗持续的收到底下 就会收敛成比较小比较独特的 而且是我会花更多的心思跟资源 去制作的一些像是线上课程 或者我正在写的一些书本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会花更多的心思 去打造出来的东西 那我针对这些部分比较小的立基点 再去做收费 那我觉得从这个地方 光是这样的一个管道 就是这样一个漏斗 它底下的这一块的收益 就已经很足以支撑我的生活所需 甚至是超出可能会越来越多 因为它会持续成长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 是我已经非常满足一个够了的状态 哇 对 哇 哇 今天跟瓦基聊天 实在是打破了我很多的迷思啊 因为其实我现在创造生意这个品牌 基本上就很像Follow瓦基的下一本读什么 或是你的阅读的部落格一样 提供的就是免费的声音的文章 就关于怎么样去认识自己的声音啊 然后怎么样在沟通方面 可以更安抚人心啊 等等之类的 或声音表情之类的 那这些都是免费的 所以就是瓦基刚刚说的那个漏斗上面 希望可以接触到大家 那最后最后再经验到下面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 可以购买课程 不管是线上的或是线下的 那我最近一直在鬼打墙的一个点呢 就当然还是会看到 某些人的课程 卖的超级超级超级好 然后可能心里面就会有那种比较心态 然后也会觉得说 这个人可是依我对他的认识 就是我觉得他的东西可能会害到人 等等之类 可是却有这么多人想要买或是干嘛 我就会想要比较 想说可是我提供的是一个 真的很赞的东西 然后也会很担心 自己的东西会不会卖的不够好 所以也是要回到我们今天对谈的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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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 就是瓦基说的那件事情叫做 我是把点击率放在很后面啦 就是你只要知道这件事情是对的 然后是持续成长的 那你就持续做 那有没有办法能够变得非常的有名 或是赚到非常非常多的钱 那其实都是次要 重点是要确认自己的不断成长 我们等于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人 是因为我们在做的事情 本来就是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本来就是在让自己成长的事情 我们却可以在让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 还可以得到金钱上面 或是粉丝上面的回报 都已经是太幸运的事了 就太幸运太幸运了 真的是太幸运的事情 瓦基在前半段的访问 还有提到一个关键词 这个词你提了非常多次 叫做内向 那从原本内向 你自己想到说 内向的人适合做什么 啊 内向的人可以写文章 可是到后来你开了podcast 这一件事情可能就没有那么内向 然后再来你因为了podcast 又开始拓展出来跟别人一起做读书会 或是接受我的访问 这些从文字到讲话 你是怎么样去克服的 或怎么样去转换的呢 嗯 这个点也的确是我曾经也想过 很久的问题就是 我为什么愿意踏出这些不同的挑战 不同的这个 例如说原本的舒适圈 然后可能再往外扩展一些 我是因为有一本书影响了我蛮深的 叫做安静就是力量 嗯 好 安静就是力量 那这本书在谈内向之外的特质 他提到的是一个 就内向并不是一个疾病啊 他不用被治疗 也不用被治愈 他是一个特质 但是他有提到一个关键 我觉得也影响我很久 就是我们不一定要完全完全的 死守于原本的特质 或者完全不踏出去 嗯 而是呢 为了要达成自己的志业 那个志业英文应该叫calling 我想召唤这样子 嗯 为了达成那种召唤 为了满足那样的召唤 或你朝那个方向前进 你可以去让自己去突破 一些你原本不擅长的事情 嗯 去做一些原本 不是你能力所及 或者说不是你这么样厉害的东西 但是你可以为了达成那样的召唤 去做它 让你在做的事业 可能更朝向那个召唤 可能更快 或者说更顺利一些 嗯 那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假设我只是写文章 去分享阅读所学的东西 这个部分一定会线索在某一些 喜欢阅读文章 愿意阅读文章的观众们 嗯 但是呢 他就接触不到 用声音 或者说甚至用影像 嗯 去接触于这样的阅读资讯的 这个观众们 那他离我的志向 或者离我的志业 就会渐行渐远嘛 就是我的志业 当然是希望说 能够把这样的阅读的体验 阅读的东西 分享给越多人知道 嗯 能够改变他们的生活 嗯 那如果说做podcast 如果说再踏出那一步 可以达到 朝这个志业 更迈进一些 更容易 更快 达到它的话 那我认为 这个就是我们 可以去放手 去尝试 去练习的一件事情 嗯 那所以就可以突破 自己原本内向特质 去做一些内向特质 外的东西 嗯 那同时之间也留意到说 当然自己还是内向的 所以要知道说 什么时间保留给自己 什么时间是踏出 那个舒适圈 嗯 所以只要把这个比例 控制的好 就可以了 那个只是一个 比例上面的调配 嗯 对 所以对我现在来说 我会愿意拨出 例如说可能一成的时间 是做这一些 比较属于外向者 一些social 甚至一些曝光的一些 嗯 这样的行为 那这些是会 耗费我很多精力的 但是呢 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曝光 或这样的一个机会 它能够触及到 更多更多的需要 这件事情的朋友 嗯 那这个我就很愿意 而且很乐意去做 嗯 很乐意去挑战 嗯 那其他时间 其实我还是保留给自己 去发挥我内向特质的 一个领域这样 嗯 那再从原本的内向 然后到不擅长 或者是不愿意做 现在这样的事情 这中间有什么样的挑战吗 当然在那边还是要讲 就是原本你觉得不擅长 或是不想做的事情 只要你持续的去做 然后你回头看 你就会发现 这就是会成长 就是会进步 人的能力就是会长出来 那想要问瓦机 当初有什么样的困难吗 其实有耶 就是我举个例子好了 像我们进职场的时候啊 职场的老板 或者说职场上面的前辈 都会说 你可能外向一点 你要在会议上面强势一点 要多争取 多举手 然后多多的去要求 多多的去 就是你要发挥的 强势在职场上面 好像是一个 比较占据优势的一个 对 这种态度 或这样的一个 处事风格 但是我就会 也不是说抗拒 就是我会觉得说 那个跟我的特质 很不符合 嗯 所以我那时候的调整是 我也是一样 我可能拨一层的心力 去刻意的去做那样的事情 嗯 但我九层的心力 我还是在发挥我自己的特长 好 那我觉得这样的调配 也蛮够的 因为我那一层的心力 可能是在做 例如说 会去代表团队 去参加比赛 嗯 去发表 嗯 或者说去跨部门的一些 讨论合作 嗯 我用那一些 极少数的时间跟精力 去focus在那一些 需要发挥外向特质的地方 嗯 但是很辛苦 像我自己参加那些比赛 要去演讲 例如说要讲个三分钟 或十分钟的一个内容 我需要准备非常多的时间 嗯 我需要被演讲稿 背得滚瓜烂熟 嗯 练习很多次 嗯 上台的时候要自我催眠 说可以的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对于内向者来说 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准备 嗯 可是我花了很多倍的时间 可能准备出跟人家一样的效果 嗯 可是那值得 因为那会让人家认为 咦 你好 你有这个能力 也不是好像 是你也有这个能力 嗯 那他会知道说你有这个能力 他会再就派给你对应的挑战 或者认可你对应的表现 嗯 对 所以当我这样做之后 其实同时会具备了内向跟外向的一些特质跟特差 嗯 就也不会缺哪一个 但是呢 我心里明确的知道 我怎么分配他的比例 我怎么去让他去适合我自己生活上面的一个情绪的变化之类的 嗯嗯嗯 对 所以两个都会去做 但是只是比例上面的分配 哇 要特别问瓦机这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 这个就是生意特别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想要再多多问瓦机一点点 那个时候说 假设是一个三分钟的演讲就好了 好 三分钟呢 可能现在对一般 本来就很常在说话的人来说 会觉得 嗯 还好吧 三分钟 我就说我随便都可以这样讲出来啊 那瓦机那时候做了什么样的刻意练习呢 我那时候 我做了一件事 我觉得做的还蛮对的 就是我把整个演讲稿写出来 嗯 然后呢 写的很口语 因为我一直被我的伴侣叼说 有个朋友啦 他就一直叼我说 你怎么写的这么文言文 你怎么写的文周周 所以 他的一个feedback 给我很大的帮助 让我把这个讲稿 写的非常的口语化 嗯 然后呢 我还要把它背起来 然后念给它听 嗯 所以等于是我强迫自己去 去记忆这个东西 然后呢 去把它再用这个自己的话讲出来 嗯 那我那时候还有做另外一件练习 因为我自己是蛮喜欢读英文 嗯 我喜欢用英文跟我自我对话 OK 所以我会把那一篇内容 在我的脑袋里面完全翻译成英文版 哇 用英文版再跟自己讲一次 嗯 也不是一次就好多次 嗯 等于说我的中英文两个版本 都可以在我脑袋里面 倒背如流这样 嗯 我做到那个程度 那做到那个程度之后 其实做英文的那件事情是因为 你在转译成英文的过程 你会对它更理解 印象更深刻 嗯 只是因为这样而已 但是上台的话 当然是讲中文 嗯 那我就会觉得 蛮从容的 就中文想不起来 还会有英文 就是有辈分这样子 所以我做到这个程度 才让我那好几次的比赛 就会看起来好像发挥的 蛮顺畅的 嗯 但是其实背后花了很多的心力这样 哇 我的天啊 这样准备下来 要多少的时间 你有计算吗 嗯 那个比赛真的是三分钟的稿子吗 对 我们那种真正大型的大赛 就大部分的三分钟 那个大赛是要比什么 就是你要去分享 你们团队做的 可能就是你这几年来 可能做的一个 很棒的一个成就 或者你做出一个很棒的突破 嗯 那整个公司 像我们那时候是四万人吧 嗯 就是大家都要准备 各个厂区啊 各个单位 都要准备自己很厉害的一个突破 在那边做发表 然后有什么初选 嗯 然后什么进阶的 最后是绝选之类的 决赛啊 但应该可以一套打天下 对不对 嗯 基本上会一直fine tune 就是你一开始的 可能还是很粗糙 渐渐的会大家给你很多的input 然后你就会去改 改到决赛出来的就是要 哇大家 轻条系选择的 对对对 哇 那哦 刚刚还没说 那这一个到底花了多少时间 在一开始的前置 第一次的出赛之前 大概就要花多久时间做这件事情 嗯 如果我们只讲那个准备口语的好了 口语表达 因为如果是material或者是素材的话 那是很整个团队的功劳 所以那个比较难顾 但是我要把这个东西写成草稿 然后呢去把它背下来 其实我都会在大概前两周开始准备 嗯 那在前一周的时候就要 就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 嗯 那前几天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状态 就是我用英文背 我用中文背 我都背得出来 所以就是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如果换算成时数呢 哦 那可能应该有20个小时以上吧 哇 对很多啊 那会有很多的时间 那我听到了瓦机这样分享 我对我自己生意的第一门课程 也有更加更加的有自信一点 因为现在有很多在教沟通表达的课 或是声音的课 但我觉得有很多的 嗯 应该要怎么讲呢 我觉得那些讲师呢 讲都非常有说服力 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很会讲话的人 嗯 我觉得应该要请瓦机来开一堂课 告诉大家 就是要怎么样的课意练习 所以其实生意的第一门课 一开始告诉你说 不是你要怎么样讲话 我们的第一章呢 是在讲 你要如何写你的稿子 就是有这个稿子以后 你才有后面的练习啊 不然的话你看再多再多的线上课程 然后那一些讲师告诉你说 要有自信 告诉你说要有肢体 告诉你说声音要怎么样一阳顿挫 可是你没有稿子 你根本就无从练习起 当你把你自己的东西 内化的东西 具现化成稿子 然后你才可以从稿子上面慢慢的修 像瓦机这样子从文周周稿 变口语稿 然后呢 口语稿呢 甚至还多做了一件事情 翻译成英文去理解它 对那当然我们可能不用做到像瓦机 那么的疯狂 我们可能有稿子之后就可以好好的去锻炼自己的肢体 锻炼自己的眼神 eye contact 然后锻炼自己的声音语气 一阳顿挫 有稿子才有本 然后有本才可以去练习 谢谢瓦机 我想再补充一个 大家可以期待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里程碑 就是 其实我到现在 我并不用花这么多心力去做 同样刚刚说的那件事情 那大概是我在可能 五六年前踏入职场不久的时候 那时候一定要这么做 那时候的口语表达 跟整个台上的台风什么的 是真的很弱 就是很菜鸟 就大家可以想象 现在可能你很慌张的话 一定是这种感觉 我那时候就像我说的 第一次准备可能超过二十个小时 第二次准备 我就花比较少时间了 可能就是十个小时 十五小时就准备 再来就越来越少 因为我就持续的强迫自己去参加这些不同的 这个赛事 或者说参加不同的呈现的一些场合 所以呢 准备的时间其实越来越少 后来去台南的时候 也有准备过一次大赛 也是公司性的 那一次我就没有写演讲稿了 我直接就是在投影片上面 我就已经看图片就可以说故事 我把它整个脉络 就已经可以记在我的脑袋 我看图片切图片 我就可以讲了 所以那一次的大赛 我就完全不需要演讲稿 然后呢 但是我还是会在心里面 把那些表达的逻辑跟过程 在脑袋里面去演示好几次 然后知道说我会在三分钟内 把它讲完讲得顺畅 所以我后来已经练习到后来了 已经好几十次的结果了 后来是不需要演讲稿 对 然后上台之前的心理建设也很简单 就是我今天来这边是跟大家来秀的 我不是来比赛 我是来秀 所以说就是一个很放松的心态 等于说整个心态是跟以前初学者 或者说菜鸟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那后来的时候 那比赛当然也是得很棒的 就直接得第一这样子 所以他心态已经不一样 整个放开来了 但是那是已经需要好多好多次的 可以练习的结果 才会到现在这样比较自然的一个态度这样 哇今天跟瓦基的访问根本就是 我跟瓦基是孪生兄弟吗 真的 我的脑波频率是一致的 因为呢 刚刚你说到的就是生意的课程 第一章是在写稿 那其实我的最后一章的结语 就是瓦基刚刚讲这个 当你写出了你的人生第一份讲稿之后 那你可以好好去fine tune它 把它tune到最最最最最厉害 你可以继续做这件事情 或者你可以去发展你的第二份 第三份 然后接着下来你会发现 原本我要花的时间是这么长 可是后来你发现 越来越短 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那是因为我们的能力就不断不断的紧紧 所以也很厉害的是 看到瓦基从原本 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刻出来 然后到现在 你根本就不需要 你的讲稿已经变成是 PowerPoint而已 一个小小的准备就足够 所以人的能力真的很厉害的啦 就我们要相信自己是会成长的 然后相对于固定心态来说 要肯定自己的能力 然后去发展 所以想要问一下瓦基 最近呢 在看些什么书 然后像刚刚你有说 影响你人生观的书是 安静就是力量嘛 还有没有什么 也是对你的人生 有这种巨大转变的书呢 我分享个两本好了 我觉得这两本很不错 一本是活出意义来 活出意义来 那这本的话是讲那个 之前在二战的纳粹集中营 犹太人被关进去嘛 那有一位犹太的精神科医师 他后来就是幸存的下来 出来之后 他就写了这本书 那谈谈他在集中营里面 遇到的那些很恐怖的遭遇 那在里面 你要有什么样的心态 或你要怎么样过生活 你才有可能就成到最后 这样子 所以他里面这本书给我一个很深的启发 是说 无论外在的环境是怎么样 无论你的衣服都被拔光了啊 你的身上都被烙印上这个印记了 然后你的钱包什么全部都被拿走了 你一无所有 这个时候你还是有一个自己决定 自己自由的一个意念的一个决定权 就是在那种状态下 有人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就闷闷不乐的 就很难过 觉得说这个世界好像毁灭了 但有人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看到隔壁的人很难过 或者说隔壁的人做噩梦 他竟然还会转头告诉他 一切都会过去的 一切都会好的 然后还会安慰他 那甚至在那种很困难的情况下 在集中营里面大家都吃不饱嘛 有人竟然还看到别人吃不饱 他会分他一块面包 可能把自己的折一半分给他 那为什么有些人他在同样的境遇之下 他会去做出这样的决定 他为什么会决定 可能是朝着不同的方向去选择 不同方向去做 为什么有人会这样 为什么有人不会 所以归根究底他发现 如果你可以主动赋予自己人生意义的话 你能够去赋予一些 你自己去解释 自己去赋予一些意义的时候 你可以做出一些自己的决定 你有选择的自由 你可以决定怎么样去回应这个世界 怎么样去回应这个环境 对 所以这本书让我知道说 我们无论是怎么样 一无所有都还是有 最后的那个自由 就是你决定怎么思考 怎么回应的这个自由 对 那这是一本 算是从根本上面会改变 我对人生观点的这个一本书 活出意义来 活出意义来 对 他很经典 也好多人都提过 所以我就找他来读 对 那第二本的话 是叫做子弹笔记思考书吧 还是子弹思考整理书 对 讲的是子弹笔记这个方法 那我觉得这本书 除了方法论之外 就除了怎么写笔记之外 怎么写子弹笔记之外 他给我一个概念是说 我们每一天 每天的生活 都有一些时间 可以退一步去 例如说写笔记 那有些人他可能是去做冥想 或者说有些人可能是退一步去运动 就总是要知道说退一步这个时间 然后呢 用这个时间去检视自己过去发生的事 去规划现在的事 去想现在的这个当下的心情 以及去规划未来 你要做什么 等于说 每一天都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练习 或一些固定的时段 是可以去静下来 像是这本书就是这样 你静下来可以去写子弹笔记 那我透过 因为我现在写了三年多了 写到了第三本 那我发现他给我的一个改编 就是他让我很知道说 我每一天到底 要做什么重要的事情 像我现在桌上就摆这一本 每一天要做什么重要的事情 明天要做什么 可能接下来一两个月 可能要做什么 规划好 那他也可以让我时时刻刻的去回顾 过去昨天啊 前天啊 上个月 那时候的心情怎么样 有哪些地方做的好 做的不好 我能够去记录下来 所以这本书算是 让我重新掌握了自己人生的一个 算是主导权吧 就知道说我可以怎么规划 我可以怎么样去调整 优化我自己的生活 所以这两本书还蛮推荐的 那刚瓦奇说到子弹笔记啊 然后说到自己的生活形态 然后告诉自己说 永远可以退一步退一步 所以很好奇啊 从三年前开始写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还在上班 对吧 没错 那时候开始写就是在台南的时候了 那时候开始写的时候还在上班 然后到现在你已经变成了 自由工作者的形态了 对 现在的你的生活形态是什么样子的呢 早上几点起床啊 然后早上时间在干嘛 中午吃什么啊 下午 下午今天怎么做啊 然后晚上啊 然后还有就是当然你要把另外一半 就是纳入考量 就是不能只讲自己这样子 好 像是现在的话我大概分成大概三个区块 就是第一个就是早上的时间 可能就是八点到十二点这个时间 这个时候我大部分都是用来就是写作跟阅读 所以这个时候算是精神好的时间 所以这个时候是做 算是做自己最focus的事情 所以早上的时段我都做这件事情 那我的三餐都是自己准备的 所以就可能中午啊晚上就自己煮 那下午的时段 我整个都安排来做杂事杂项 像是可能从一点到五点这段时间 基本上就是有一些外物 可能你要去采卖杂货啊 做一些公司上面 或者说一些商业合作 业配合作上面的回信啊 一些沟通 甚至我很多的开会啦 我就是排在下午的时间 对那下午的时间就是 以前我在台积电工作的时候 的那种很密集很紧绷 或者说比较杂乱的一些这个处理的行为 都是放在下午的时候做 所以下午就是做一个大混战的样子 但是大概五点之后吧 我就会去跑步 对我就会去跑个四公里这样子 对 不论晴雨吗 没有我在健身房跑 OK 就我自己的社区有那个跑步 跑步机 对然后呢晚上就也是自己组 那在傍晚的话 因为像我女朋友他们在公司 一般加班都会比较晚一点 所以我们大概碰面的时间 可能都是在八九点后 OK 对所以在那个时间 我也是就继续写部落格啊 继续做自己的事情 对那晚上当然在他回来之后 可能就是我们会一起看一些 YouTube的一些什么 像是砍千千啊 砍吃东西啊 还有砍酒man啊什么的 Servo啊什么的 对我们也会看啊 所以说就晚上相处的时候 我会看一些比较放空 比较无脑的事情 对所以我自己的原则是 如果要做一些比较娱乐啊 耍废啊 放空的行动的时候 我会希望跟另外一般一起做 OK 就是我自己的时间比较不错 那但是我只要跟他在相处 我们就可以 你就尽情的做 耍废放空的事情 这样子 对 那最后 纸张笔记会是在 睡前的时候写吗 我有几个时间会写 就是 应该说从早上开始好了 早上醒来的话 像我刚刚 那个 早上醒来的时候 我是先做 今天的规划 嗯 我先规划今天 要做那几件事情 嗯 然后呢 我就当然照着执行嘛 那到下午的时候 五点之前 就是做一次的 算是收尾 review 对 review一下 哪些事情做完了 哪些还没做 那没做的 可能如果少的话 就放到晚上做 嗯 晚上通常不会规划事情 嗯 对 那就看一下 有哪些事情还没做完 哪些事情做完 那在睡前的话 其实睡前的话 也会再去 重新的去看一次 就是说 我会写下三个感恩的事情啊 嗯 像是今天可能像 感恩跟马克 有这样的聊天 然后感恩 可能某一位读者 可能会给我回馈 嗯 所以睡前会做一个感恩 嗯 以及改进的一个项目 就是我今天哪里做不好 嗯 哪里可以再改进 明天哪边要调整 嗯 所以就每天大概 最基本就是这三个时段 去做子弹皮机 对 听完了瓦机的生活形态之后呢 就会发现瓦机是如此的规律 有人问说 你是机器人吗 其实也不算是说 多规律啦 就是说 他是一个 我大部分都是这么过 嗯 但是呢我我有时候也会去看电影 然后拍一些其他行程 嗯 像是最近蝙蝠侠上映吧 是 我就会故意拍一整天 然后早上就出去 跟去咖啡店 然后呢再去看电影 看完在那边吃个拉面什么的 就是我也会拍一些这种放风的那种行程 也是有七天就对了 就跟那个练健身一样 你必须要给一个自己完完全全可以耍费 然后跟那个生产力无关的事情 对就完全就放空出去闲晃这样子 嗯 我之前在跟一个公司的读书会当中 就是对企业客户读书会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提到瓦机 因为都是爱阅读的人 所以他们也都知道你 然后我就有说到说 瓦机最近在做一件事情很有趣哦 你们试着去传那个IG资讯给他 然后就会跳出一个自动机器人回复 告诉你说 诶 感谢你的来讯 我最近呢在实施这个数位断舍离的生活方式 我只有在以下时段才会回复你哦 好 然后瓦机就会给了两个时段 这个时段呢就是晚间时段跟周末时段 那我想要请问一下瓦机 就是这个数位断舍离 目前执行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吗 好 我觉得数位断舍离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练习 或很棒的一个生活方式 像我以前还在台积电工作的时候 那时候是需要斜杠去做这样的经营吗 那我就发现我不能时时刻刻的看社群媒体啊 尤其我们那时候公司不能用智慧手机 所以我那时候就只有下班的时段 跟假日时段可以看 对 所以为了怕说 这个可能我的观众或读者要找我 然后觉得我都没有回他们 我就设定了 像刚刚马克林说的 可能每一周我是设定礼拜二礼拜四 晚上的某一个一小时的时段 我会恢复 那我后来渐渐的发现说 我可以把这个变成一个规律的一个时段的话 有一个好处 我只要在那些时间去看讯息 只要在那些时间去一次性的 批次性的去恢复就好了 我其他的时间基本上就不用担心那些讯息也不用去看 所以这也会让我养成一个对于 例如说手机会比较没有这么样成瘾的一个这个现象 我会把大部分有伸展力或需要去做恢复的动作 我会在电脑上面去执行 所以我就是排固定的几个特定的时间 才去做社群媒体的这个回复跟经营这样子 那其他的时间我就尽可能的保留给我自己 去阅读写作跟经营部落格 刻意的去切开这样的时间 那我后来有发现啊 就是瓦机的数位断舍离不是完全的不用 因为你还是有在发限动啊等等之类 那可能还是算你的一天必须要做的事情的事项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个就不算是回复或是粉丝回馈等等之类的 它是不同的两件事 对这个就可以echo到前面说的 要达成置业的话 就是有一些东西可能要做 例如说可能在IG上面 大家比较喜欢看限动 那我就会在 像我就会在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 可能准备完然后吃完饭 吃完饭我就开始去发限动 那那时候就一口气的发一堆限动 然后或者是晚上也是我晚上吃完饭 也是大概六七点的时间 我也会再发一次限动 看大家要给我什么讯息 然后再发一次限动 对所以我也是一样固定某几个时段 我会去特别的去发限动这样子 那想要问问瓦机啊 就是这样的生活 目前离职 然后有很多很多自己的时间 这样的生活形态还习惯吗 还喜欢吗 应该说我一直在优化 就一直在优化 就有一个在调试一下 你还想优化到什么程度 你想要变成什么样子 现在你每个礼拜的固定产出有些什么 我每个礼拜固定的话 固定我会让自己写两篇的读书笔记 OK 然后录两集 就一样内容 类似内容的podcast 两集podcast 那我现在还有在跟 例如说Pressplay上面 有合作旧音好书 对 马克也有 那我们就会一个月啦 也是排几个时段 会去录音 会去升稿这样 因为我是主编 所以我会去排一些时段去升稿 哦你是旧音好书主编啊 对我现在是主编 主编好主编好 但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哦 旧音好书我一个月 我只出一篇 我那一天看到瓦机出的时候 你是不是今年二月 还是三月才开始的啊 是出三篇 对我今年二月才开始 对啊我一看 瓦机你一次出三篇干嘛啊 一个月啦 那是一个月 对啊 所以这个也是echo到前面 这个关于你的个人事业 你的一人公司 这个也是你的获利来源 其中之一嘛 对不对 这是其中之一 对 好 还要优化 好还要干嘛 还要干嘛 应该说我最近一直要写书 对对对 刚刚有提到了 那这本书的 内容或主题会是什么呢 我想要写蛮多本 就是我有很多本的计划 同时在进行 很多本同时进行 平行啦 就是我会一直去收集素材 一直去 但是当然还是我有顺序 就是先拿一个 后拿一个这样子 对 所以有蛮多不同主题 对不对 哇 这个是商业机密 我们要尽情期待一下 对我可能也不方便讲 是书室上面已经有的吗 还是真的也是一种很 从零到有的东西 我自己写书 我就想说 我想要写 我自己想看的 我自己会看的 所以我会去写的就是 我觉得可能还不够完整 或者说还不够 有一些可能书太理论 有一些书可能都条列式的 但是我会想要写一个 既有理论 又可以搭配一些 实行策略的一本书 就有点像是 子弹笔记那种感觉 对不对 有点像是 就因为它一定是要 跟我们的生活有所连结 让我们能够实际去用到 但是又要对我们的观念 有一些启发这样子 我觉得子弹笔记这本书 就是一个很好的平衡 就是它在里面 有很多前人的一些智慧化 然后就哇 每一页都是金句 天哪 那同样它又提出了一些 很简单的实作方法 但虽然说简单实作方法 有些人就可以连续三年都持续做 有些人呢 可能21天就撑不过 他就是我 我本人 然后呢 就会想说 是不是因为这个笔记本不好呢 之类的 那这种执行力上面的解方 瓦机你有办法吗 还是你就觉得 像Peter哥哥 之前Peter哥哥是一个YouTuber 健身的嘛 然后之前我有机会遇到他 然后我就问说 Peter哥哥对于这种没有毅力 没有执行力的人 可是又想要变成大GG 你有什么建议呢 Peter哥哥说 你投胎吧 瓦机 瓦机呢你觉得 就对于我这种 我也想要优化自己的人生跟生活 我也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啊 然后我也都很愿意去尝试啊 可是尝试以后 我就是没有办法持续下去啊 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 我觉得我也是很幸运的人 为什么说很幸运 刚好遇到这本书 刚好遇到这个方法 它很match我的个性 很match我那时候的生活形态 因为我那时候不能带自会手机 我只能带自弹笔记进公司 所以我算是很幸运 刚好遇到一套方法 很fit我 但是我认为是这样 不一定说每个人都适合这套方法 不一定 如果有遇到说 像你可能做可能几天 发现不适合 发现自己好像 没有这么fit这个东西 我认为这个时候就可以放弃 就可以转换跑道 会有适合你的方法 或者说你可以创造 你可以去调整出 适合自己的方法 对这是一定可以的 像我的子弹笔记 也没有完完全全follow 原本作者的格式 我也是稍微调整成 我自己喜欢的书写方式 自己喜欢的格式 所以我自己的建议 跟刚刚前面讲到的工作一样 梦幻的一个工具 或梦幻的一个生活形态 并不是去怎么讲 并不是找到的 它是你在寻找的过程 持续的去放弃一些东西 拿一些东西 然后去调整 去创造出来 很符合你自己生活形态 跟很符合你自己价值观的 一套方法 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 所以不用担心说 你怎么遇到了十个工具 怎么我十个工具都不适合 那没有关系 那就只是告诉你一个结果 这四个工具就不适合你 会有适合你的东西 你可能要再去调整 再去创造 所以我自己的心态是这样子 所以我也看过很多书 是我用一用 我发现不适合啊 没有用啊 做嘴胡说八道 就不会用 所以说或是完全不fit我 那我就不会去用 就放弃掉 但至少我知道了 哪些事情是失败的 是没有用的 那我去留下那些 对我有用的 继续去做就好了 所以等于回到了最后 还是我们就是多阅读 然后靠着阅读是 可能是那个作者 他们的人生精华 然后我们可能可以用个 几十分钟 或是一两个小时 然后就抄到了 他的人生精华 借他笔记来抄 对 抄完了之后呢 就是自己试试看 发现 这不适合我 那就换 就换下一个人 换别人的答案来抄 再试试看 还是不适合 那同样也可能会在 抄的过程当中 自己长出了一些说 如果我这样改的话 如果我这样开创的话 那可能就会找到一个 更真正的符合自己 那也许你就会变成像瓦机 未来要出的这本书 我猜可能也会提供一些 这样的解方这样子 对对对 赞赞赞赞赞 好非常非常期待 今天呢 本来预计一开始 可能还会问一些 瓦机是怎么样开始 喜欢阅读的呀 从小就喜欢看书吗 那怎么样把这个 阅读能力长出来的呢 其实瓦机呢 在换日线的专访当中 就已经有提到过了 所以如果你们更想要了解 下一本读什么的主持人 瓦机的话呢 去看看瓦机自己嫁的网站 瓦机也有把这一些访问啊 可以更了解他的东西 也都放在上面 今天的最后呢 要问瓦机一个 最最最最根本的问题 请问瓦机 你为什么要叫瓦机 这个名字哦 就跟我之前喜欢玩电动的关系啊 好就是那时候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不是有那个MSN嘛 对 之类的 那时候会有一些小游戏啊 然后聊天软体 好 那时候就想要创一个账号 好 然后那时候心里面没有什么 这个账号想要取 所以就按了一个随机产生 好 它就产生了一串十个 然后不知道几十个数字 英文字 前面四五个字 反正就是瓦机这个字就对了 哦 然后我就把这个东西当成是我的账号 好 以及呢 就把这个东西瓦机 这个当成是我的游戏的昵称 聊天频道的昵称 甚至之后很多其他新的网络系 什么的就叫做瓦机 这样子 对 就沿用到现在 一路沿用下来 没有想到它变成你的名字 对 没想到这么奇怪的名字 变成那个 对 以后就是所有人都是用这个来称呼你 对 今天非常开心呢 瓦机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在这一个小时的谈话当中 不知道你有取得什么样的启发吗 对我来说呢 我get到就是 我们自己想要的人生 自己想要的生活 如果你很幸运的话 也许很有可能从天而降 那那真的就像得大乐透一样 最好的方式还是靠着自己去开创 找寻之外 然后去优化去开创 得到自己最喜欢的人生 同时也不要忘记自己 是有能力去成长的 不要想说 这个我不行 那个我不行 但如果你已经找到了 你想要前往的方向 有一些事情是 你必须要去做的 就是为了那个 你的最终目标 为了你的大奖 你必须要去 花一些心力去做一下 重点是 找到平衡就好 不要突然的暴冲 想说 好啦我知道 就一定要去social啊 一定要去拉业务啊 所以我就逼自己一个 明明不是这样的人 然后往那边狂冲 那也会非常非常的疲累 找到平衡 然后开创自己的人生 今天瓦机呢 给我们的两本书 改变他人生的两本书 活出意义来 要赋予自己的人生意义 还有呢 用子弹笔记呢 去好好地规划自己的人生 一个是意义方面 内心方面的 一个是外在方面 是可以我们去实作的 还有了解自己 瓦机呢 知道自己是一个内向的人 所以他看了 安静就是力量之后 他找到了自己的力量 那也许我们不是安静的人 那我们也可以去找到 一些属于自己的书 在从中得到力量 今天要非常非常感谢瓦机 然后呢 也希望大家如果对于瓦机的这一套 机器人系统有兴趣的话 划输入为输出 这本书可以让你变成瓦机 学到我的流程呢 就是写错的流程 我自己呢 当然也是一看到以后 早鸟 最早早早鸟 就马上就买了 最便宜的时候 我现在第一张他还没看完呢 我 我真的是执行力有够低落 但我的朋友就看完了 然后他就有告诉我说 瓦机的那一套 因为他也是在写部落格的人 他写的是阅读笔庚 他就有说 对瓦机的那一套呢 就真的 他可以 你就好好照他实作 他可以让你变成瓦机 如果大家 也想要好好的产出的话 就一本书 你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看 怎么读 然后怎么样输入可以有产出的话 瓦机的现场课程 划输入为输出 真的可以帮助到你的 今天我们要谢谢大家 谢谢马克 邀请 谢谢 谢谢瓦机 谢谢